下面我们增加一讲 讲一下小调有几种负于特色的和声手法 也就是把大调的劈开来 小调负于特色的和声手法的第一种 就是小调用加音和弦 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小调的主要的三和弦 可以通过加六度或者加七度 加七度就变成一个高点 加六度就是负加大六度的方式 成为一个四音和弦 这样可以增加音响的饱满 还有和弦的一个色调 那么经常加的有这样 一个是主和弦构成主六和弦 那我们说过音是六一三 那么加上大六度应该再加一个声四 注意是声四不是四 所以就是六一三声四来构成 那么还有就是小调的下属和弦 下属和弦加上六度 下属和弦加上六度 那么还是以A小调为例 下属和弦加六度应该是二四 还原四 二四六 然后再加一个七 二四六七 好 这是AM6和DM6 除此之外 还有E7 这是个属和弦 用属七和弦 这几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具体的例子 我们这里就不举了 在很多小调里面 都可以用这样的加音和弦 接着我们讲第二种手法 第二种手法是中指大主和弦 那么这种手法实际上是在巴赫时期就出现过 也就是说小调最后收尾不是用小三和弦 而是把三音升高 这样形成一个大三度 这个大三度叫做皮卡迪三度 现在仍然使用 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向大家讲一下 这个例子就是骑行的大约在冬季 我们先听一下 好 最后是一个收尾 那么这个例子它是一个声号 所以是G大调或者E小调 E小调 一开始是停在G音上面的 那我们拿不准这里配什么和弦 可以试验一下 可以先尝试一下用小调来配一下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用这样一个和弦来配一下 看看是不是对的 再听一遍 这个感觉明显的不太对 所以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把它配成G大调的和弦 这样就对了 这个色彩就对了 所以一开始就是G大调的一级和弦 好 下面一个我们先不配 我们看这里 这里是E GB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配上一个EM和弦 EM和弦就是大调的六级和弦 也就是它的一个平行小调的一级I小M 所以这地方可以写作6也可以写作I小M 那建立在E音上面的我们这里呢 注意这地方呢都是用的自然的和弦 不用和弦的 所以这里呢就是E G 然后呢B 我们这里呢用三和弦 好 然后看下一个和弦 这个地方配什么 根据五度关系呢 下面这里呢应该是配上A为低音的 A为低音的也就是二级 但是我们看下面这句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分解和弦 G跟E 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配EM小和弦 因此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个EM小和弦呢复制过来 好 就是这样的 我们听一下 这个色彩是对的 所以这里就是EM小和弦 这二是六级 这二是六级 两个六级之间差什么 那么我们要根据后面一个来走 后面这是目标 这是六级 所以前面呢应该是三级 因为三级到六级是五度关系 所以这地方的低音呢应该是B音 而不是我们的根据前面这个五度的A音 所以这里就是B 好 然后 剩F D 好 这里呢我们还是配上一个三和弦 那么这样呢 就是1636的一个进行 1636 那么中间插入什么呢 可以插入一个经过性的7 导音 那么导音就是这样 我们讲过 插导音的时候 低音是176 但是和弦音内音不变 所以它仍然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内音啊 这个内声部不动 低音呢 5 也就是一级到导音到六级 现在我们听一下 这个色彩是完全对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配 好 下面这里 这里转到了小调 E小调 所以我们转一下 转成I小M 那么I小M这地方呢 是什么呢 我们再听一下 好 它的分解和弦是一样的 这里配的是EGB 所以下面肯定配C一级 这是一个经验了 所以下面就配C一级 C一级呢 那么就是六级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配上三和弦 好 这样的 所以这里就是六级 那么一级到六级 下面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二级或者四级 我们这里呢 就配一个四级 164是常进的一个手法 那么这里低音呢 就是A音 好 所以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里 这地方是个结束了 所以是个小调的结束 所以还是配I M 因此这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里的I M 复制过来 好 然后后面又是重复 哒哒哒哒哒 我们就把这里 哒哒哒哒哒 复制过来 好 这里还是一样 哒哒哒哒哒 这个地方 把I M 跟六级 复制过来 然后这里 要到结束了 这地方呢 根据我们前面 可以配上四级 我们这里呢 就配四级 先配四级看看 好 后面呢 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地方呢 应该 它停在主音上面 所以呢 我们可以配一个 I小M 我们先这样听试试 这样的效果未尝不可 但是太普通了 我们来用大组和弦 代替小组和弦试试看 也就是把这里呢 这个三音啊 G啊 声高 声高以后呢 变成声G 同时呢 我们这里呢 也加一个声G 内声部 加一个声G 看看 好 再听一下 好 这个色彩呢 就有点亮了 好 这里呢 是大体 大体 我们用的是小调的 鼠和弦进行到大体 还可以用一个零音和弦 这不是一级吗 I 大I 我们这里可以配个上零音 降二级 把它剪掉 那么 降二级 降二级的话呢 就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它呢 是建立在 还原 F上面的 好 小调啊 小调 这是一级 二级是声F 降二级就是还原F 所以是还原F 然后呢 A C 三和弦 这就是降二级 所以呢 这就是降二 进行到大柱和弦 我们听一下 好 这个配法呢 就是齐琴的原版歌曲的 它最后的一个配法 降二级到一级大三和弦 我们可以把整个例子 再听一遍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小调里面 使用大主和弦作为中指 下面呢 我们讲解第三个 比较重要的 就是下属组的大和弦 是下属组的大和弦 是下属组的 是下属组的